走出去 放眼世界 增广建文 不再做井底之話 新秩序 新香港 兩星期一集 兩台聯播 有我Kelvin 還有堅尼地政經 鳳志正 好 歡迎回到堅尼地政經 今天錄音時間是凌晨三點 我的凌晨三點 我們真是越來越變成一個國際台舞 真的 跨境錄音 大家以為這個馮同學是因為夜睡 或者因為剛剛在這個暗黑的房間 有些什麼令到她的頭髮亂了 其實這是主要的造型來的 這個造型 我看到兩個重點 兩個重點 第一是看到很暗黑的 但是你燈光照著那個位置就很明亮 是不是就好像現在中國的政策那樣 好像很黑 但是你的焦點就很亮麗 還有這個頭髮亂了 是不是好像政治局形容那個國外內的形勢一樣 頭髮亂了被人投訴了很多集 你看到下面十個留言 有九個都問你的頭髮做什麼 我的頭只是一個出事而已 我的頭其實就是那個法刑司搬了 搞到現在我的法刑司要在台灣找 然後我現在整個兩個月都沒有去過台灣 你不是在英國剪頭髮吧 這個微博的收入是不是 我先告訴你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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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極再和各位網友交代一次 這個馮同學絕對不是因為 在他這個房間裏面做完劇烈運動 令到頭髮亂了 是造型來的 OK 是的 是配合我們的主題的 OK 你越說就會越多東西 人們就覺得 蛤 你是不是真的有什麼原因 是 是 唯有我承認 是不是 秦剛在我旁邊 哈哈哈哈哈哈 原來就是在你的房間裏面 哦 OK OK 你找到他了好嗎 是啊 你找到他了 是那個什麼田的 是不是 哦 你找到他了 你好厲害 你找到他 找到 現在全世界都找到 全世界找到他剛剛下了任 不過他都不知道在哪裡 都還沒出來 不過這個講一下就說 就是我們一會兒講經濟問題的時候 有一點點錯了 大家 因為秦剛那個位置 他是不是外交部部長的 其實他要等多一個會才完全落任的 他現在是兼任了外交部部長 然後被設職的嘛 但是其實他現在暫時 還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裡面的 他現在是國務委員來的嘛 國務委員是要在全國人大 才是將他設職的 其實現在秦剛都是全國人 就是全國的國務委員來的 就是黨和他的團隊的核心之一 所以不要跟車太貼 是的 不是 不要跟車太貼 不是問題 問題就是 他可能是評調其他職務而已 還有其實說真的 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你問我呢 就是他究竟衰什麼才是一個問題嘛 現在其實他是不是辭職不是一個問題嘛 咦 你有什麼見解 我都想知道的 我們是不知道的 不過有個說法 有個說法就是他在這個中美貿易上面 是不是的路線是不是以後要改變呢 這個都是大家在猜的 所以到最後都要回到經濟的議題了 就是那個中美貿易的情況下 其實你看到現在我們是非常之嚴峻的 就是我們見到 亮麗 好像我這裡的亮麗 沒錯 天氣多亮麗 沒錯 亮麗這些東西要對比的嘛 就是你光彈彈就分 全部都好像沒什麼分別 你在一個黑暗中 你有些特別明亮的話 它就變成亮麗了 是不是 就是外貿 你就這樣看外貿的數字 哇 很差哦 剛剛出口不知道是有跌十幾個百分比 但是比其他的問題來說 它不算很嚴重 是 所以它的情況就是好像我們現在中美關係這樣 你那邊就是美國這樣 已經天亮了 天晴了 好像日後很開心很精神 這樣跟我聊天 我這裡凌晨三點要開到這麼多盞燈 才光彈彈 光彈彈 照到自己 外面還是天黑黑的 但是我回到來就要問 因為我們其實這次真的要說的一件事 就是那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由習大大去主持會議 這個會議出現了之後 我們成功了 我們的股市又升了 升了一些 哇 升了八百點那麽多厲害啊 大哥 就是很久沒有升過 升了八百點那麽多了 但是我們不是那麽短線的 我們其實在想 應該是三集之前 我們上個星期還是在做 上一集還是在做這個 比較當年在疫情期間 跟著經濟的爆破泡沫期間 國務院support是應該拿幾十億出來的嘛 就是救市措施是幾十億出來的 救市措施的嘛 但是當時就是等不到這個政策 然後呢 我沒有記錯 媒體那個數據和媒體那個的說法 就是說國務院不會說的 不過在政治局上說的 因為等著習大大在政治局批呢 就會有個習大大招的樣子出來 現在是不是這招就是習大大那招呢 補充一兩樣 補充先說台無線 我們現在正式轉 啟用weekly的這個節目 是 是 是 正式啟用weekly 各位網友 就是因為你們的 因為你對上的兩集就很感謝大家 反應都很不錯 還有大家包容 我的風格就比較輕鬆一點的 但是因為這個櫃台的風格比較好 就是都是高水平知識分子這樣 包容我們這個可能比較輕鬆一點對談的風格 所以我們看一下轉到weekly 希望大家滿意 如果大家不滿意的 那我們就 轉回大weekly 我們很務實的 是不是 好了 講回幾個禮拜之前 那個調低 就不只是因為沒有招出的 那時候就 還有我們看數據的 譬如說一出了出口數據 一出了第一季GDP 或者出了一些CPI 是的 那它就會調低 這是第一 第二 但你這個都對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年頭的時候 大家應該忘記了 也是我們最初的一兩集的時候 那些大行報告怎麼說呢 就是說 中國經濟非非非常之嚴峻 但是所以 接下來就會有大招出了 那時候的市場是升過的嘛 是反彈過的 就是炒中美關係緩和啦 炒這個人民幣相跪制啦 炒這個這樣的 國外又不知道 同期的國際 比如說和中東啊 又拿了很多盟友啦 還有就是炒會有招出了嘛 那時候是大行放風出來說 他們說 接下來會有招出的嘛 好了 接著就沒有了 下空了這樣 所以就去到你講的說法了 就是國務院還沒出而已 政治局還會出 其實這裡 你要不要解釋一點點 一些不是很研究 譬如黨國情那些 可能會聽到一舊雲 其實不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們分不了黨和國這樣 按道理呢 就應該是分不了的 應該是黨國一體的 但是呢 其實今年是有選擇不同了的 李強呢 做了這個國務院的總理之後呢 他又將國務院改了名字的 就叫中共中央國務院嘛 那所以其實是他 即不是改名字 改了一個同一個名字 不過改了一個address的方法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呢 他就說將所有東西交回給黨的中央 將中共中央去作為一個理解 而且國務院呢 只是按著他的所謂主旨底下 去執行他的政策的具體措施而已 以前呢 就問李克強 究竟有沒有國務院有沒有新政策 又或者溫家寶 國務院有沒有新政策 現在呢 就說 你問都可以 不過我們等著中央 等著這個中央政治局 就是今次這個經濟工作小組的那個會議 那麼那個會議的主持人呢 其實真是實質上有不同的 如果你說國務院呢 最大的那個就是國務院總理李強 然後這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經濟小組領導人呢 就是我們偉大的習近平主席了 那所以是有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說要等著措施 當然等著老闆 可能老闆有新東西呢 這個就很清楚 這個都可以給大家一些背景 那如果容易一些理解一些 就是我們容易一些理解一些 你可以當中央就是那個Chairman Chairperson 是不是 那個國務院呢 就suppose是CEO來的 就是一個呢 就負責Javid 一個呢 就負責落手落腳做 那以前呢 那個分工就很清晰了 那譬如 尤其是是 譬如是胡溫年代的 是不是 那偉大的胡錦濤主席 他不會跟你說就說 我這裡花錢啊 這裡買什麼 就是溫爺爺出來說的 雖然溫爺爺通常都出來是吃餃子的 去到去年發覺有一件好東西很有趣事是什麼呢 就是 記不記得傳這個 集上理下 或者什麼集下理上的笑話 就是因為李克強出來 又說經濟很不行啊 又開了十幾萬人的直播夠經濟啊 又說什麼地攤經濟啊 又說什麼幾億人啊 那我認為呢 那個轉捩點就在那裡了 就發覺 給一個國務院搞到民心不穩 都是皇帝親自拿出來 比較清晰一點 所以呢 李強就說 皇上英明 都是你拿出來比較好一點 所以國務院就變成 由一個CEO就變成一個 全星鋒了 不是 全星鋒了 是一個公關 你連一個GM都不是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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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變成一個公關部了 就是將這個皇帝旨意發放了下去 好啦 那他就回到正題了 就這次終於都 好像馮和我說的就等舊市了 喂 什麼時候出資料 什麼時候出資料 等等等等等等 等到這個天荒地老 終於就七月二十四了應該 是吧 七月二十四 不是 昨天啊 是不是昨天啊 前一 星期 前一 是因為我們節目出街 如果公布出街的時候呢 就應該是差不多前一大前一了 是啦 是 二十四的 是啦 因為我記得是星期一晚的 因為星期一晚的夜期是大升五百點的 所以星期二的市 講估星期二大升接近八百點 就出了這個石破天津的政治局會議 哇 我覺得就真的是 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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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那個會議給你全看 是會議的綜合給你全看 是啊 是 那我想大家各位網友都看了很多的 可能那個 看了很多不同的分析報道 那有些就譬如什麼七大方向啊 有什麼七大穩定啊 有幾大要點啊 那我就覺得 簡單講呢 就幾個重點 幾個重點 第一就是 內需 他是講內需的 嗯 那他自己親口承認呢 是內需不 國內需求不足啊 那是川芳的文本來的 傳名呢 就是叫做當前經濟運行 面臨新的困難挑戰 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 一些企業的經濟困難 重點在於沒有什麼較多 外部環境風險嚴峻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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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到講到內需問題 是的 他講到國內需不足了 那這個呢 是定調了的了 第二 就講內房 第三 就講就業 還有最有趣 也都最符合我們節目呢 就是講要激活資本市場 這個呢 就說前所未有的 活躍資本市場 以前是沒有在這樣的經濟的會議那裡講的 這次是特意講這個活躍資本市場 所以講完之後呢 哇 整個資本市場呢 簡直是感恩流體 立即大升 主要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先講到這裏 你就發覺 原來這篇文章和比較點的分別 當然你說有一個新消息出來 股市升 應該很合理 但是你要明白呢 我們這個節目不是跟你短炒 明天發生什麼事的嘛 我們真是講一個大的經濟框架 我們原本設定的那個框架 其實是講溫爺爺那些幾萬億救市的措施來的嘛 你現在出了一份這樣的minutes出來 整段字我懷疑加起來兩千字都還沒夠 就是幾個會議強調 幾個會議指出 而且裡面是沒有money implication的 沒有facial policy的 他有提過這個字 他有提到fiscal policy這個字 提到要有fiscal policy 然後我下一句就是 那那dollar sign呢 那dollar sign在哪呢 整篇文章沒有dollar sign的 會不會 當然炒起我們沒所謂 又得他 但是會不會其實弱雞了一些 不可以這麼看的 OK 你要知道皇上是英明的 首先 講完之後 如果你說到實質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關心兩樣東西而已 第一就是花多少錢和怎麼花錢而已 是啊 是啊 由於他沒有講怎麼花錢的話 所以這部分就沒有了 我們就不能夠用這個方向去看這個東西了 我們先講第一個有趣的點是什麼呢 他講了內需、內房、就業和資本市場的問題 那他提出怎麼解決呢 我們一會兒講資本市場為什麼這麼重要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我們看國情這些突然爆出這些新聞出來 通常他都是有問題的才拿出來說的 就是說他講得出來的一定很有問題 譬如突然之前內房說三條紅線 那就是炒爆了 是不是 突然說要打這個就業攻堅線 那就是就業很有問題了 是不是 突然要搞這個三孩政策 就因為人口老化和人口減少 就是一定是最嚴重的問題拿出來說 那這個都很合理 你都可以說很合理的 好了 這次講了資本、內房、內需、就業 那其實基本上呢 首先馮同我都講了 除了外貿之外呢 他全部都講完了 這個是我們咪後講過的 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從來都不明白了 剛才你說了 中共中央它寫文件的方式 是用problematic的方法 總之我有什麼problem 跟著我就有什麼solution 然後我呢 整篇文章你不是看的 究竟它有什麼solution 而是它怎樣形容當前形勢問題 就是我們用這個中共中央 我們以前大陸學的那些叫什麼 斷診 就是我們斷診的方法是什麼 我斷了什麼症出來 這個真的斷了什麼症呢 斷了什麼呢 內商的東西都講完了 但是剛才你說的說法 就是我們錯過了兩個 它沒有外在環境的 如果你斷診出來跟你說 其實你只是血氣不足 又或者有什麼問題 然後你說不是啊 這傢伙失血過多 流血了 他說我的外部的東西不看 失血過多我都不理 外邊政策不理 風邪入骨不理 我只是斷診你 嗯 你血氣不足 你的斷診都錯了 你有什麼問題 不過不要緊 它斷了 斷了這幾個症 我們可不可以這麼說 只是靠這幾個內容的東西 足不足夠呢 叫做problematic 就是講最重要的問題 你說說外貿情況 如果你有一個人的身體比喻 就是譬如說 會不會外面的氣溫 濕度 太有問題 影響內在 現在人家說器官衰竭 說血液 直接沒有血 它不打人理 外面住了 你明白嗎 外面風和日曆 它就是受不了 它當然先搞定自己的器官 我根據這篇文看法 它講到以活躍資本市場 就是現在的資本市場很不活躍 是的 這個我們有眼都看到了 何況我們看金融新聞 譬如打個例子 又看看你的印象 對A股會心平均成交 你的概念大約多少 就是中國的股票市場 真的每天都不知道 A股不動那個 不是 不是 你講得重點出來 不是 它好像有動的 不是 它好像有動的 我們修正版 它是好像有動的 它有動的 這是河邊的流水 靜靜地流過的那些 對啦 它好像有動的 平均是一萬億左右的 成交 一萬億左右 都很多 都很多 很厲害的 好像很厲害的 是不是 但是究竟 這個我們不詳細去講 這個一萬億究竟有什麼用 或者究竟是 尤其是這行留給蕭少濤先生 他更加專業 7月24日 出那個 就是夜晚開會 那天 是剩下6千億成交的 OK 好了 港股 港股最低 又是跌到剩下600億成交 也是平均的 你脫下10億 港股成交大約1千億 很不活躍的資本市場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資本市場外來做些什麼 融資 雜資 那雜不到資 就是一個人 沒有血 沒有血 這個是我們 一早都說的 現在中國面臨一個 資產金融通縮的問題 不要跟我說那個物價指數 物價指數的通縮固然都是危險 都是恐怖 但是貨幣市場 資本市場的通縮更恐怖 因為那些人不借錢 不借錢不投資 OK 所以 經濟活動停滯 如果你用FT的說法 就是經濟停火 沒錯了 所以 他知道的 他知道的問題 所以他就說要活躍資本市場 好了 聽起來好像很合理 就是說這個病人 他的心臟停頓 他的心跳得回20下 說不是 所以我們整班醫生開會 出來就說 我們要 激活個心臟 發手掌 我是個姑娘 我說你打針沒有 你打針沒有 你們整班醫生開會之後 發覺我覺得他的心臟停頓 看不到 護士一旁 你看到的 你現在才看得到你七月 護士都正在準備 他左手心臟起駁 右手十支強心針 我正在離開 誰知道醫生就 我們要激活個心臟 然後就走了 然後就走了 那打不打強心針 護士都呆了 現在就全部呆了 在這裡 拍爛就像 他就說要活躍資本市場 他剛剛是要活躍資本 但是怎樣活躍資本市場呢 以前我們可以怎樣活躍資本市場 在香港的年代 怎樣活躍過資本市場 或者怕他有太大的問題呢 就是由香港政府去入市 去做一個 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由政府入市 主動地炒起這些東西 最出名的就是我們 打大鱷 打大鱷 Sir曾 Sir當都曾 那個年代他就弄了一堆打大鱷措施 去到最後現在就弄了一個刑賦基金 其實就是把打完大鱷的錢拿出來 第二個就是我 Deregulate 就是我把心臟裡面的血管 或者裡面他們淤塞的東西 就清走它 讓它可以活躍一下裡面的活動 所以Deregulate的Market 都是這兩招來的 一般來說都是這兩招而已 你覺得還有什麼招? 不是 我說得很對 第一招就是說政府 就是國家隊 有啦 有社保基金 全部銀行 全部基金 都是你國家隊來的 那你已經有了 OK 其實老老實實 如果沒有了這些國家隊 你以為現在的資本市場 不要說活不活躍 資本市場也沒有了 第二樣 Deregulate 說得很對 這個宏觀一點就是什麼? 就是市場經濟 現在就是在說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 你怎樣去令到那些人想投資你的市場呢? 如果用回市場經濟 其實政府的角色是什麼? 以我們讀經濟學的理念就是 它怎樣去幫助市場呢? 譬如補貼啊 減稅啊 或者投資那個所謂的基建 如果你用回資本市場 怎樣去投資基建呢? 可能它增加那個投資 在那個交易的系統 是吧? 快點 厲害點 電腦厲害點 減稅 減印花稅 補貼 譬如你是搞Fintech的 你能夠促進到交易的 我資助你是做這件事而已 但是偉大的帝制 它不是說這麼小的東西的 帝制是所有東西 由上而下全部都指引的 你就投資這件事 你就買這件事 所以才有那些什麼定點投資的 那些什麼全貸的那些呢? 我忘記了信了 譬如你要借這件事 那個叫什麼?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就是針對性的 我要你借給它就借給它 這個國企就國企 借給私企就私企 一個沒有自由度 沒有自由意志的資本市場 你怎樣令它活躍呢? 它習慣了你指示給它 你叫我買那我就買 但我有錢買 有自由市場的時候 也有個大問題 因為你想一下 這次我們的股市 又或者我們的資本市場 為什麼死了貨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是由Deregulate的市場 買到極度Regulator多了出來 無緣無故跟你說這個行業不能做 下一個行業不能做 那你只是看那時候教培行業 一次過由Regulator殺了行業 Regulator殺了九成資產 新東方現在變成了大貨廠 直播大貨 由補習社變成大貨廠 那這個就是Regulator做成的 還有它接下來新的資產市場 或者新的行業 我知道它們在寫文件那些 它們的方法都是用Regulator的方法去寫的 即是接下來可能AI等等那些東西 都是先搞定了Regulation 即是我先畫了一個框架 你在框架下面做你的市場政策 現在我們的跌市 就是Regulator去形成的 所以它出這個斷證 覺得資本市場不激活 我是作為外資大行 又或者我是作為一些研究機構 那我們第一條問題就是 那你覺得是不是會Deregulate 整個文章有沒有講到Deregulation 不但不是 那你講了第二個重點 一個資本市場 都是講外資和內資的 即是內需 內需我當包含內部的投資 內需為什麼不行 第一因為沒有錢 第二就是你不叫我不動 OK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沒有了外資 是不是 就是沒有了 那我們想一下 怎樣吸引外資來回這個資本市場 不但沒有Deregulate 我們看到有幾個 幾件事它是不會改的 它是不會改的 反隔電法 OK 一個外資 反隔電法 簡單來說就是 所有不利國家的所有情報的資訊 你不可以揭發出來 那如果一家公司的營運得差 這個會不會犯了反隔電法呢 還有不要說反隔電法 他最近反隔電法在北京做了一個Deregulate 做了一個briefing 就是briefing究竟 香港或者外資究竟會不會觸犯反隔電法 出到來的結果 我聽聞 都是一些 不是說媽媽聲的 就是明白了我老闆那些 那些就出到來 原來它是說 調查些什麼會反隔電法 又或者你拿了些什麼數據 會犯了一個叫做數據安全法 就是你不能夠把政府數據 超過不知幾十人的Data 就拿得出去的 簡單來說就是客戶資料 出到來的結果 是它現在都沒有一個很清晰的紅線 究竟我們的研究員回到大陸 會不會突然間被反隔電法 研究員不要緊 只要Due Diligence法 過到來會不會反隔電法 暫時都是未知的 它做完了 當然了 浪費了 真真正正的反隔電法 我們表面上看的反隔電法 是下面的人寫出來的 真真正正的反隔電法 只有五個字而已 就是皇上的心情 皇上的心情 是嗎 他的心情好 我講了四樣東西 為什麼外資 你會阻礙到一些 不要嚇走外資 說直白一點 第一樣是反隔電法 就是說一個外資 它進來了 我要投資 我要找項目投資 好了 我投資到你這個叫做 這個新電動車 喂 你一輛車買多少錢的 是虧的 那你這個資訊 講不講得出來呢 這是第一件 第一 虧的 那我需要打一個電話去美國 打回去總部 就當不當我洩漏國家機密呢 這個都是終點 我當你有了資訊 有個所謂不利的資訊 你不用到的 或者用了你會被人抓 這個就麻煩了 你怎麼得到的資訊 你現在連資訊都得不到 為什麼呢 本來你要找一個投資項目 你要做些什麼 Due Diligence 他中文很帥 中文的名字叫做 進職檢查 我喜歡這個名字 很進職的 這個檢查 好了 比如Bain那間 真的被人調查 進職調查被人調查 OK 你沒有了進職調查 那我怎麼調查 這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沒有了機構和你調查 第三 不要緊的 我自己不調查 我找評級機構 現在國內玩什麼呢 雙軌制 國內國外評級機構一起做 你買這個債券 你不要看你的評級機構 你看我的評級機構 你看我的中奪的評級機構 中國特色的評級機構 是的 你這樣講沒有用 別人要推銷老闆 喂老闆 我在中國找到一個很好的投資項目 這個內房債店 中國的評級機構壞了七條A 你猜會不會投資呢 好了這個第三段 還有第四段 我投資完了我要核數 喂 四大會計私流的新聞 你都知道了 國內四大會計私流 拜拜 OK 所以沒有會計 沒有調查 沒有評級機構 拿到資訊 你都不知道用不用到 那外資怎樣進來呢 記住 外資投資 不是一個說 我有錢我投資 大家不要想著 美國佬是有一個美國佬 然後我決定過來投資 美國佬的那些銀行 是on behalf of 他的Client去投資的 他們是個facilitator 你反過來銀行 都會問同一個問題 或者那個基金都會跟那個客人說 或者那個客人都問他 你投資憑什麼的數據 或者憑什麼的進職的調查做了 如果不是 我給了一塊錢你 你manage 虧了 銀行要自己負責的 我起碼會告銀行的 所以其實外資不是說 我特意留難這個中國 而是事實上 我交代不了給我客人聽 我都怎樣跟我客人說 一會兒虧了我就入數 好 所以你看到兩個情況 我們會預示到 第一就是我們熟口熟命的外資 現在 現在簡直是沒有鞋玩劇走 比如我們之前看著 降低GDP的預測 繼續降低 又下調 然後又用高盛又說你內訪 又什麼不行 JP Morgan又說你什麼不行 有些直接再白一點 好像Kavin Wood那樣 我沒有買在中國 我沒有投資中國的 用不需要這樣說 這些是我們熟口熟命的外資 但是 這樣不代表沒有外資的 有些我們不熟悉的外資 在剛才說的Doreviva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沒有會計師 沒有評級機構 沒有做盡職調查 有負面的資料都不准用 那是負面的資料 如果你找到的資料 中國經濟很好的話 它不會不讓你用的 是不是 你只找到負面的資料 不讓你用的 我不相信一個好的資料 會犯間諜法的 OK 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有些什麼外資會進來呢 就是一些不怕很勇猛 很相信這個中國市場 很不怕死的外資 或者是你控制的外資 其實你當香港是海外外資 就是我的MPF 我香港也當是外資 香港當海外資金的 FDI當香港的 但是香港也要外資的 就是中國也當香港的外資 香港也當中國的外資 這樣就搞壞了 活躍的資本市場 啊 又可以了 是啊 這個OK的 是啊 如果不是我們經常都說 為什麼我們的MPF這麼危險 你不要說我們的MPF 我們還有很多投資基金 這個就沒有人知道的 其實應該有人知道 不過遲早會說 因為沒有人特別去檢查 香港政府是會自己進行投資的 就是我們政府是有manage幾十萬個分 有外匯的基金 我們還有土地基金很大的 土地基金 未來基金那幾十多基金 那些基金呢 其實我到現在為止 據我了解 金管局的同事 依然是很盡職的 它盡職的地方是這些基金 是在買定期的 是 通常你看政府的public finance 是兩招的 同一個基金 分兩個拆成六四比或者五五比 百分之五十政府管 百分之五十呢 就外拼一些的 外面的IBank管 那好像盈富當年都是這樣的 然後然後百分之五十呢 盈富不是這樣 不過有些香港教師退休金就是這樣做的 那麼百分之五十呢 政府管金管局自己 完全權manage那一部分呢 一般來說呢 是擺進去做定期 純粹定期套利 另外百分之五十呢 就會擺進去 可能是杜富銀行 其他那些 等它去做投資決定 而那個投資決定呢 是由杜富銀行 它自己全權負責的 就是我最後只是委託給它 那所以後者呢 那些後面的Bank 未必會相信 那個剛才你說的那些 中國那些的評級問題 那我杜富銀行 我不相信那些呢 它不會被它負責不行 很簡單的 我最擔心就是 它沒有移動到外面的部分 移動了自己的部分 那我突然間不去 不去買這個定存 然後我去買中國債券 那我真的跳樓都不行 哦 你要對這個有信心的 你的資產繼續放在港元 其實都代表你對這個大灣區有信心 是吧 是 等於的了 香港的筆我們不說了 所以去到資本市場 你就講到重點了 其實這也是我們上一集的結尾講的 我說的外資 我的比喻就是一合美金 上面頭那層是美金 底層就不要理它了 OK 上面頭那層 還有哪裏會有這麼多外資呢 你說得很對 那其實香港其中就到了 那可能還有很多的 他不斷地去找很多的 現在有很多其他的夥伴 譬如說是中東 中亞五國 譬如偉大的特首又去了新加坡 簽了什麼備忘錄回來 那可能他在馬良 沒有簽到 是嗎 他說有的 他簽了一些備忘錄 是那些大家會繼續 職域發展那些 那些互量理解 沒有money supply 沒有任何money implication 所以呢 就是這樣講 當然是說 那當然是不行的 你這樣活躍不到資本市場 那我們再推翻之前 為什麼他提活躍資本市場呢 就是興奮 那時候市場大升的時候 大家就只想 哇 他從來都沒有看過活躍資本市場 我們熟國情就說 他不嚴重的那個是不講的 他講了資本市場 要活躍就是說 現在很有問題 是不是很有問題 一個 有幾層 層幾 就是之前有層幾何事 中央會出來跟你說 喂 那個股市好不行 江澤民會不會跟你說的事好不行 這個胡錦濤會不會跟你說的事好不行 不會不需要的嘛 他最好你不要炒 為什麼 因為當時外資源源不轉入 透過很多不同的方法 是不是 比如說投資房地產 這個開廠啊 給你訂單 大把外資 我那個A股市場 沒有什麼所謂 是不是 但是現在不同 現在這些就是 這些渠道 全部都你看到越來越放緩的 放緩的 這是第一 而內債問題 就是內房的問題 那你見到內房 無法集資的話 喂 是會大問題的 是會整個資本市場萎縮的 為什麼 因為內房不夠錢 我賴債 這個我們上一集 昨天上一集都分析過了 你一種那些 下面做水泥 鋼筋設計 一大抽 全部 不動 整個資本市場不動 那不動會怎樣呢 那你的企業就開始要倒閉了 那最後就增加到失業率 所以就業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吧 那你現在看到它 不要說進攻去防守 它要頂住資本市場 才頂住整個中國的經濟引擎 是吧 那 所以它一定要活躍資本市場 而活躍 假設活躍到了 那我們做些什麼呢 就可以用來融資了 可以用來集資了 批股了 所以你說 那我現在買下去的股票是怎樣的 那 就很有用的 你買了股票之後 那股市就會升了 升完之後 它就可以再印股票 再買給你了 然後呢 而那些錢呢 就可以救到那些內房 救到那個內銀 很偉大的 所以這件事情 糟了 我記得上一集出來講 我已經覺得自己 會不會是危害中央熱論 好像講到它龐氏見復那樣 你剛才講完那隻 真的是典型龐氏變局 你買了這些產品 有什麼用呢 你集了這些產品 你就可以賣這些產品出去 給下一手 等下一手成功了 它又過來投資這個龐氏 這個越來越像Pyramid Scheme 不懂不懂不懂 龐氏呢 龐氏是它的錢 它是自己拿來洗掉 現在的錢 是會放到內房那裡 就是貼了它 貼了它的債 它現在 那內房 最後值不值錢 有沒有回報呢 就看你信不信這個夢 如果你相信這個復興夢的話 中國市場內房 是會復甦的 那些錢就會有回報 所以你有一個夢就可以了 你講到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就要去一去廣告 因為你講完之後 我們先講了剛才的問題 就是你的心臟 你的心臟是要動 然後我們才能激活到我們的經濟 然後我們現在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些血要輸去哪裡 會輸去那些肌肉那裡 大腦那裡 其他地方 現在我們回來就要講一下 這些肌肉都死了 你輸血過去 你做什麼鬼 好 不如我們廣告回來 聽聽艾倫莫經理的產品和服務 回來之後 我們繼續跟大家分析 好 先收看 敬請支持 好 我們廣告回來 繼續跟大家聊一下 剛才說到 就是我們激活了資本市場 心臟要有血了 那我們的血就可以離開心臟 出到我們的肌理那裡 令他們可以做到一些有效的工作出來 剛才你說到 我們將我們如果資本市場一旦激活 算了 我任由他 我當他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打什麼都激活 那些錢去了內房 那些錢去了供應商 然後去了廠商 第二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也要講的 就是內房和內需 兩個都是大問題 現在我 好了我當你有血度了 內房已經死得七七八八了 現在 我當有個樓宇在那裡 都會有人住的 除非它是江衰 但是起碼炒賣的需求就已經沒有了 那你的需求就差了 那你先講一下內需 可以講一下 因為內房也有很多人講的 其實根據這個會議 其實那個問題也不是很多的 都是內房內需和就業的問題 哈哈哈哈 就是你都沒事的 你只是心臟衰竭 然後肝又不行了 又生癌症 還有又生了傳染病 一個球員 這個球員都不是很大的問題 他都是沒有體力 沒有技術 還有不懂得踢球 OK 其實 這個人都不錯 這個人品都不錯 那內需那裡 他也首次去承認了 算是承認了 就是說那個內需不足 主要是內需不足 一些企業經濟困難 重點領域風險隱患比較多 外部的環境比較嚴峻 主要是這個問題 沒錯沒錯沒錯 就是內需不足 怎樣可以增加內需呢 他有講到的 這次他有講到方法 就是要通過增加居民收入 對的 哦 醫生 我站在旁邊的護士 我真的是老醫生 你為什麼會有病呢 你不夠健康 我教你一個方法 醫生我死了 你知道健康一點 你健康一點 你多些抗體的話 你可以對抗病毒 是啊 很有道理 我隔壁的護士 我真的呆了 難怪我們看到大行 調低他的所有的GDP升幅 他又不是 他又沒有錯 怎樣能夠增加居民收入呢 首先 這裡又分了兩種 就是有收入 中國裡面有些人有收入 有些人很有錢的 經常都說儲蓄率很高 一年就儲了幾十萬億 有些人是有錢的 有些人是沒有錢的 有錢的那些人現在是不用的 那些人你增加收入 他們可能都不用的 這是第二個問題 好了 現在講的是 沒有低收入的 你要增加他們的收入 我們先想一下 逐樣拍立即來了 怎樣能夠增加他們的收入呢 那他就要找生意好些 賺多些錢 那你就要那些人消費多些 你怎樣令到人消費多些呢 你就要令到收入增加一些 你要令到收入增加一些 你就唯有要那些人消費多些 是不是很Christopher Nolan 所以有一套新戲要上要看的 那套奧帕哈馬是講核爆的 你不要以為自己在講那些什麼天能 我去回天能 你不是講天能 我們新的那套核爆 核爆都要看的 我還沒看 但似乎都貼切你的主題 我們去回天能 你和看完天能有什麼分別呢 那究竟誰先誰好呢 究竟是要消費先還是收入先呢 消費不夠因爲收入低 收入低因爲不夠消費 你真是不知哪一面先 ok 那我們講白一點 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而且一個問題就是 那些人收入低因爲不消費 不消費因爲收入低 這個循環開始了 我們不要理由誰開始了 實在太多原因 事實上現在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最怕出現了一個 就是一個通縮的情況 我又要舉手了 阿芬我們講通縮 是不是上一集已經講了 已經講了 所以不講了 不是啊 我不是要求你不講 而是我在想 這件事 連我們做外面的評論 都可以看到 我打算你開完會 你跟我說有惡性循環 隨時出現通縮 那個護士已經 基本上隔壁拿著那堆 刀刀叉叉 已經跟他講 這件事很久了 鬼不知道什麼 你先打針下去 你覺得他那個消費不夠 你不就給他消費了 你覺得不行就放下 至於為什麼不可以講的數字出來 我們要再拆解 因為我想很多人會慢慢意識到 他真的沒有講過金額和怎樣洗錢 我們進一步解釋 我們對得住我們的觀眾 譬如上一次我們講過 恆大為什麼不可以違約 我們解釋了 你一違約 那盤數字就斷了 今天糟糕就好了 為什麼他不講呢 如果 護士手頭上 他準備了68支強心針 倉底貨拿出來 全部打下去 沒有反應怎麼辦 那就借針了 借針再打 再不是就宣佈死亡 然後減免 你怎麼會宣佈死亡 你十幾十億八億人 在那個急政室面前在等你 皇上 我家人怎麼樣 你跟他說就死了 然後那些院長和副院長 就圍在這裡開會 就好像定真治的老爸 那樣應該要打指針 我認為 為什麼遲遲不出招 他第一不知道出多少 但是當你去到 你說 我現在要做手術 你不是五官端正的 五官都有問題 你同一時間做 心肝脾肺臣一起做 你又要活躍資本市場 你又要救我內放 你又要救我內需 你又要救我就業 你現在政府請回一千萬人 同一時間政府拿五萬億出來刺激消費 同一時間政府拿五十萬億出來救了內放 同一時間政府找國家隊五十萬億 買了股票 哈哈哈哈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個護士已經拿了這幾十支針 不過有支可能只是打水 你已經看到了 哈哈哈哈 然後你跟我說 原來你不是要打一支強心針 你要整桶的強心藥倒下去 這樣 沒得搞 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只能夠很誠實的跟你說 心肝脾肺臣都是這樣的 我們唯一的方法 怎樣能夠令病人不要死呢 就要他健康些 哈哈哈哈 就要令他健康些 是吧 我覺得我們的節目真的很愛國 你真的完全這樣解完之後 我們真的氣不下去 我覺得氣不下去 是吧 很好的 所以我很滿意的 這份報告 其實是不錯的 是吧 都挺好的 我們回到那個 究竟是不是真的 他什麼都沒有說呢 不是 他說增加收入 我們只能夠 他沒有藥方的 其實他沒有提出藥方 我們希望從那個病理那裡去理解 就是我們偉大的中藥 怎樣去理解那個病情 我們要從那個病理開始 當然收入和消費 這個變成了死循環 那我們希望追完索本一點 再拆細一點 為什麼收入不到 因為不加薪 就是企業不加薪 為什麼那些企業不加薪 那些企業賺不到錢 那企業怎樣賺錢呢 要麼就是外貿 就是所說的 曾經 曾經最能夠請到人的就是那些廠 一間廠可以請十萬八萬人 富士行一間廠請幾萬人 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就是 那些錢不斷紛紛向外投資 哇 東盟很活躍 你看回外面的世界 你和這個神聖角度裡面 好像兩樣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馮同學 你的巡迴演唱會不會去印度 我多相信你去印度 就看到那些人不斷搬東西進來 那邊什麼事 沒有啊 那邊 說下個月要搬進來 那邊呢 我沒有啊 那邊洪海說上個月要搬進來 那邊呢 我不斷在Apple爭闖 不斷在建 印度不斷在建 這件事又要配合大行報告了 OK 我昨天做節目 我找了兩份報告 一份呢 是Mon Stanley OK 那Mon Stanley有一個美國的Hardware的分析師 叫做Hardware Analyst 我有這樣的名字 挺有趣的 他就講 接下來印度的Smartphone市場 十年裡面會Double 消費Double 然後高收入的群族會升四倍 好了 然後匯豐 匯豐我們少看 匯豐我們少看 匯豐有個分析師就說 那些錢繼續流入印度股票市場 我們那個重點 記住不要拿錯重點 那個重點不是印度市場 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而是大行怎樣吹捧這件事 是不是好像幾十年前 吹捧中國那樣 這個就叫此起彼落 二十年前 我相信 扶同學是 就是飽動 東升西降 是不是你的意思 絕對 是的 東升西降任何情況都對的 哈哈哈 地球是圓的 你的位置 是地球是圓的 地球是圓的 好像你堅持地球 地球是圓的 你二十年前看書說什麼 全球化一體化 Buy China Long China China Market 我認為十年之後 你去書店看 都不知道十年之後 你現在慢慢去書店看 發覺 咦 什麼印度市場 印度大爆發 未來十年是印度 接下來 看看很快印證是不是 OK 但是不單是印度 不單是印度 日本市場呢 走出迷失三十年 還有呢 晶片聯盟 韓國台灣的晶片聯盟 你看到 那些資金是不是同一時間 不只是撤離 是找到地方走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幾個月前 應該不是這個節目 就是《經濟老漢世界》有講過 就是我們當時 我們和KC博士 和羅家聰博士談了很久 究竟我們將資金鏈和生產鏈 要重新接駁需要多久 然後羅家聰說了一句很厲害 這麽低端的事情 要駁兩年左右 全部駁了是不是 現在你發覺了 已經第一步已經做了 一年前我們《經濟老漢世界》 就說我們要將整個世界工廠 重新接軌 但是找不到Destination 今年就已經找到了 已經下了戶 告訴你 但是一下了戶的時候 就和香港的移民潮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你那些LOTR出現了 然後form了幾個香港人攤製 你那些BNO5加1 就不用想去哪裡了 只剩下兩個星 就是曼徹特和倫敦 是不是你都會下這兩個 是的 Redding 其實是第三大的 我記得我們現在看回數據 在英國落湖60%去了倫敦 接著30%還是20%去了曼徹特 接著餘下的人才去那些Redding 其他其他 但是至少他們第一步都是下這兩個星 然後再搬去Redding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看 我們香港那條輸血鏈 那條人鏈已經駁好了 你完全知道在英國哪裏落湖 你去到台灣也知道哪裏落湖 十個九個才去台北 不過台灣小的意思 這個比喻好了 這個人鏈比喻好了 就好像我們看的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最難是射的東西去抓住對面 是嗎 是呀 射的都抓不到 但是一旦抓到目標 那些人就慢慢爬過去了 是啊 那如果你爬到Hardware 你就知道印度 印度開始設置了 那些廠都做好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們多些支持 我們決定巡迴演唱會 有一集半去捐你們 是不是開到旗票 排航票 因為現在剛才你說的大航數據 有一份報告大家還沒看的 就是航空業報告 你看到印度的航空業是急升的 航空業的急升是代表著什麼呢 你以為是客運人手多 那通常的期望多了 第二個你猜不到的 貨運量高了 我們航空業見到 印度的貨運業是在爆上來的 那所以你從這兩份報告 你就知道那個International Trade 整個物流鏈是重新建立了 其中一個你典型見到的Factor在哪裡呢 就是你試試在英國買機票 回到亞洲地區 不小心它中間多了一個Stop 現在得利是一個很重要的中轉站 就是這個是 之後又要看一看這些 所以這個就是很大的經濟的運作就是這樣 你看到有投資有製造業有廠房有基建有人 這樣最終會達到什麼效果呢 你就會令到資本市場活躍了 有猜猜問題 各位網友可以參與一下 問一下鳳同學 對上 由2021年到現在 就是大約兩年 大約兩年了 年2021年 不是 兩年 不是 2022年年頭 到現在 大約一年七個月 就是20個月左右 20個月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我真的沒有這個數據了 但是我猜一下 你用直角股 直角股 我給你一些選擇 亞洲市的 亞洲當然我們熟悉的港股 中國股市 然後歐洲 法國 英國 美國 等等 你猜一下 我猜一下 這20個月裡面 表現得最好的 那當然是中國股市和香港股市 我們猜第三個 猜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個 是 我聽聞日本股市升了很多 日本是第四 如果不計算是第二 沒錯 日本是第四 你猜不到 那你分分鐘只剩下印度 可能是第三個 沒錯 印度第三 因為印度的尺寸是很小的 雖然股市升了很多 是的 是的 所以你就 那你就看到 你要活躍 為什麼之前 中港的資本市場這麼活躍 是吧 就是因為有資金 這個廢話 但是資金怎麼來呢 就是貿易經濟活動 人大動 那這個就講到很深遠了 這個就講到市場的問題 那你現在要怎樣令到外資回來呢 你說說到複雜 又不是很複雜 就是和我們剛才所講的重點 你不是Deregulate Deregulate 歷史上面其中一個最好的範例 是什麼 改革開放 鄧小平 其實鄧小平他不講英文 其實鄧小平也講英文的 傳說 鄧小平就跟那些鬼佬說 那些鬼佬說 什麼改革開放 什麼reform 我不明白 鄧小平就說 Deregulate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厲害 你說完之後 鄧伯伯伯在那裡 Deregulate 但是你說完這個 最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regulatory economy 我們任何AI 任何數據法例出來 什麼都不做 是先設定regulator 沒有regulator 沒有經濟 現在中國的問題 是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我們說這一份 又講這個經濟會議 為什麼這個經濟會議 在我角度看這麼嚴重呢 它就沒有了對外的部分 你在你的角度看 就是它的心臟停頓 血液不流通 那些事情做不到 斷症就斷了在人體裡面 但是其實我在外面 我覺得斷症的問題就是 現在我們不是在看這個人 這個人是失血過多 而且在你旁邊 有個人是不斷吸血 你想想在他旁邊 有個心臟的肌 不斷搏著那些血 輸去給印度 輸去給日本 那你裡面怎樣救的心臟 都沒有用 你先剪斷那條血管 或者先剪斷那條對外的血管 我又回答回來了 我們提出問題 提出答案的 為什麼沒有提外貿呢 為什麼沒有提外面的情況 為什麼解決呢 因為現在外面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 簡單講就是中美貿易戰 複雜一點講 就是現在有兩大陣營 不同的意識形態 是嗎 意識形態 他們現在說 不跟你做生意 你當是有什麼藉口 原因或者對於中國來說 藉口是什麼 台海 人權 新疆 我想問怎麼解決 他不是沒有嘗試去解決的 他不是不斷地 基辛格過來 OK Bill Gates過來 Elon Musk過來 中美關係良好 他實質他都知道改不了 哎 講開那堆人 每個人都來 最後都拔錢走的 你見不見到 那怎麼講呢 那所以怎麼能夠在這份報告上講呢 那樣東西是涉及了意識形態 涉及了價值觀的嘛 那個意識形態 終極意識形態是什麼呢 是人家講言論自由 講人權 講法治 這樣嘛 這個我們最不喜歡的 不需要的 你不需要的嘛 不需要的 所以就回答你了 為什麼不講呢 不講得 很難處理的 現在誰正在處理呢 秦剛 之後到王毅了 你明白嗎 做那個都下台了 還跟你講啊 大哥 所以 你講到誰負責 有什麼找秦剛 你跟我說 為什麼不搞外貿 搞外貿那個就下台了 怎麼搞啊 很難搞的 那你有幾樣東西 其實有一樣東西 是真的不能夠放棄的嘛 你的台海戰爭風險 其實在美國已經談了 我們上一集 我自己有幾集做solo 講美國一些 政治經濟的自負報告 已經講了 這個中國危機 是你要當它war risk 你要當它戰爭風險 你不當它戰爭風險 就什麼都不用當的 那你當戰爭風險 戰爭風險當然要走人 從頭到尾都是這樣 除非你跟我說 我宣佈不搞武統 那你夠不敢走出來說我不要痛 有些事情可以做的 如果你是講外貿的話 但我不知道偉大的 今常他的想法是怎麼樣的 偉大主席 你當去那些叫什麼呢 那些叫做 就是書磚降跪 去這個美帝走一尊 是 和拜登老頭 握個爬 世紀合照 是吧 世紀合照 是吧 然後就好像台灣選舉 那些人就是 那些人就是 國民黨那些人都嘈嘈嘈嘈 什麼時候跟韓國瑜合照啊 什麼時候跟郭台銘合照啊 就是講侯友誼 是吧 一樣的 那你只要偉大主席 書磚降跪 和拜登老頭 其實他都需要的 拜登老頭 握個手 這張照片一出道理 我就知道就回來了 我覺得不會 因為這個是應該發現 是做過的 因為其實習慣會做過幾次的 習慣會就是 為什麼秦光要有空無事 要見人家 布林肯呢 就是因為習慣會的會議 結論出來就是 大家高層要互相溝通的嘛 溝通完之後 溝通到高層都不見了 現在布林肯挺開心的 我握完手之後 隔壁都不見了 接著歐盟會那個都打算過來的 但是都是發覺 聊天那個又不見了 我已經預視到那些網友就說 哎呀你拍一張照片 怎麼解決到這個問題 都說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撐住先啦 是不是啊 起碼你打幾支強心針撐住先 撐住先 撐住先 就是 終極的問題呢 我們等時間過了 正所謂物極變反 你先等什麼人過 不不不不 我說物極必反 改革開放 是要怎麼出現的 經歷過無主席年代 之後就要改革開放了 所以呢 直接是有希望的 是啊 哈哈哈哈 不過之前 那個劉伯呢 就交換給歷史 和交換給大家了 好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呢 真是很厲害 我們用了 又是我們這一集 通常我們和阿芬做 都是做一個小時 這一集呢 一個小時呢 是經歷了 是一份 二千次的會議報告 用了我們一個小時的時間 告訴大家 他是寫了一堆 就是 大家 那個護士 都很早就插著一堆東西出來 等著他 寫了一個激勵的說話給大家 是的 激勵的說話給大家 大家要健康一些 是不是 我們的心臟要活躍一些 我們的血液要流得快一些 各位病人聽到了嗎 沒錯 你不健康一些 你怎樣可以健康一些呢 哈哈 沒錯 嗯 好 今天的經濟結論真是好 那明天回來 應該是方圓 其實我已經開始 現在有做了一個很好的分工 就是我將方圓 我們講很多一些國際情勢的問題 因為我們那邊就是講ex China 是 哦 OK 這裡我們就講多一點經濟問題 差不多了 沒錯 我們都是愛國的 OK 好 看看是不是下個星期再見 看看大家的反應 OK 大家的反應一向對你都很支持 好 我們下個星期見 我明天回來見你們再見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阿芬 歡迎大家收看GG Channel 不想我頻道這麼快GG的話 除了支持收看訂閱之外 可以加入Patreon支持小弟 或者加入我們的會員 立刻按了 快點快點按 多謝 多謝